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十二集 父子俩据是狼狈不堪 一个满眼胡子 眼眶深陷 好似在拘留所度了个黄金粥 一个面颊凹净 嘴唇发白 如同连续看了一礼拜的惊悚片 皇室又哭又笑的上去 林姨娘也想扑上去 可惜被刘坤家的巧妙地拦住了 还是也不顾礼数 扯着长摆的胳膊 死活不放手 三个兰高兴地拿着父亲的袖子 满脸是泪 一片混乱的你问我答之间 谁也没听清 还是老太太发了话 叫那爷儿俩先去收拾下 一半生死 化如隔世 梳洗过后 圣红抱着老太太的膝头 也忍不住泪水灌灌 长摆拉着哭泣的王室和海室 轻轻抚慰 好半天才静下来 老太太摒退了一杆丫鬟脖子 叫圣红父子说清楚前因后果 六天前 老皇帝赵就称病不早朝 由各部主事奏本于内阁 本来一切无恙 哪知风云骤变 先是清卫军指挥使徐姓 于西华门外受伏击而死 然后副指挥使荣贤 接掌经济卫队 便宣布皇城戒严 四王爷奉旨进攻护驾 圣红一听到这消息 就知道是四王爷发动兵变了 武臣兵马司副指挥使吴勇 软禁了窦指挥使 领兵控制了内阁六部督察院等要警部 将一干官员齐齐居进 然后静委军将皇宫和三王爷府团团围住 四王爷手持奖照 一杯振救 刺死了三王爷 随即兵建皇上 逼宫立自己为处 宁兰心头一领 活脱脱又一个玄武门之变 不过四王爷不是李世民 老皇帝也不是李渊 他到底给自己留了后手 圣公父子并不知道老皇帝如何行事 直至几日后 腿与金交的三大营反扑回来 武臣兵马司下属的另几个副指挥使 寻机逃脱 救出斗指挥使 然后四机击杀吴勇 重掌卫队 二后里营外合 将三大营放进城来 一起反攻皇城 这下行事立刻倒转 两派人马短兵相接 四王爷兵败被俘 其余一干同谋存在 或杀或服或逃 历史七天的深沉之乱结束了 圣红忍不住叹道 还好我们尚书大人机密 一瞧不对 赶紧把领着我们进了功夫的暗室 我们那儿还除了石水 躲过几日便好了 没什么死伤 可是其他部的同僚 有些个耿直不屈的 于居进时便被贼兵害了 其他的 在昨夜的乱兵中 不知又死伤多少 始终沉默的长白 此时忽道 受服大人逃离 赐服大人被害 那或奸贼 便威逼唐大学士拟写诏令 大学士不从 并直言赤他们为乱臣贼子 说完兵一头撞死在金阶之上 那血溅在我们一众人身上 最后他们逼迫是将学士灵大人 他拒不从命含笑就死了 而后是试读学士孔大人 他破坛与贼兵面上迎迎就路 说着长白也红了眼眶 还是站在一旁默默擦泪 那几位都是他祖父当年的门山 平日十分看顾长白 斗大人 在晚半日杀倒 怕也要到我这个七瓶小片修了 长白面色苍白 苦笑道 那是 宋儿连遗书也写好了 就藏在袖子里 王氏明知此刻儿子活着 依旧惊吓得脸色惨绿 死死揪着长白的袖子 一旁的长风神色惨淡 嘴唇冻了几栋 似在想象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然后还是低下了头 坐在后头的林一样 眼神闪烁了几下 似有不甘 屋内长久安静 点滴可闻 圣洪又谈 天家国 何至于此 无人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 长白收敛情绪 静静道 若圣上早些立储就好了 一切的根源在于 除未就空 老皇帝的犹豫 使得两王 长期对立 两边各自聚集了大批势力 文官互相公结 武将自成派系 两边嗜同水火 到了后来 全都骑虎难下 双方已成 不死不休之事 老皇帝同意三王爷 过继四子的那一刻 便点燃了导火索 那时便是四王爷肯罢休 他身边的那些人 为了身家前程 也是不肯退了的 好在 元姑爷和物根都安好 咱们家 也算祖宗保佑了 老太太长叹了一口气 袁文绍是斗老兮的亲信 一起被软禁 一起被救出 然后一起反攻皇城 过乡底 大约无事 常务所在的钟薇薇 一早被缴罩 调离荆基 示意他并未卷入混窄 还在反攻时 立下些不大不小的功劳 估计能升点关 财烈厮杀 朝堂鸡变 多少人头落地 几多家破人亡 众人聚都心里疲惫 讲的人累 听的人也累 老太太叫个子都回去歇息 众人于贯而走 盛红先出门 他要回书房写两份折子 长风长动跟在后头 接着是女孩们 最后到长白要走时 他站起身 迟疑了片刻 呼回过身来 对老太太和身边的王氏道 还有一事 柳王妃和嘉诚县主过世了 此时三个兰已走到门外 不过那时夜深人静 他们都听见了这一句 面面相视之余 全都指出了脚步 亲手亲脚 凑到门口听 屋内老太太和海氏 奇迹一惊 王氏连忙问道 怎么死的 长白语气很艰难 傅昌侯勾结四王爷 小容飞做了内应 罚难前 他们宣召了一些王爵之家的女眷 进宫为至 并变后 荣贤闯宫 当着众人的面 拿走了六王飞和嘉诚县主 直到昨日 斗指挥石打进来 才于义宫室内 发现六王妃母女俩的尸首 石 长白顿了顿 似乎很难措辞 但想想当时看见尸体的兵丁那么多 尸体也并灭不了了 便简短道 是强暴之死吧 空气死至了 瞬间的寒气击中了女孩们的心口 卢兰和莫兰 吓得脸色惨白 捂住嘴巴 不敢相信 宁兰看不见屋内情景 想必也是人人惊慌的 过了片刻 只听见老太太干涩的声音响起 莫非 是为了荣家闺女 正是 长白轻轻的声音 那荣贤口口声声要为妹子报仇 早几个月前 他们就查出了那伙 劫持荣家小姐的强人 竟是六王妃的护卫和家庭假扮的 远不过是想坏了荣姑娘的名声 叫她不能再京城立足 睡之中间出了叉子 没想到县主年纪轻轻 竟撤帮恨毒 而那荣姑娘也是个烈性子 便 长白说得含糊 但听的人都明白了 他们可以像皇上一样 王氏急切的声音 即便告了又能如何 长白冷静道 是啊 告了又能如何 难道老皇帝会杀了自己的儿媳或孙女 给荣飞宴偿命吗 小荣飞又没子思 老皇帝还没死 六王家就敢如此嚣张 若老皇帝一崩 荣家眼看着就是砧板上的 不如投靠困境中的四王爷 一举两变 而荣飞宴的死便是仇恨的火种 屋内无人说话 明兰一手拉着一个姐姐 轻轻转身走开了 走到半路 莫兰便捂着嘴 轻轻地哭起来 到底是一起喝过茶 说过话的女孩 几个月前还那样鲜艳明媚的两个青春的生命 如今都死于非命 如兰忍不住亲戚道 这事儿算完了吧 明兰心道 怕是没完 还得一场清散 外加一个新储君 早春二月 一冬的鸡血渐渐化去 地上一个硕大的银流金字 双瘦双耳顶炉 却还燃着银丝细炭 轰在屋里暖洋洋的 床头的莲花梨木小翘机上 摆放了三四个尘汤药的碗盏 一色的符纹美人绘文采 石青公摇瓷 床边放着一滑大着悬色豹纹毛皮衣服的太师椅 上头坐一个锦衣华服的中年男子 神情温和 害下去短须 横儿进去 都一天一夜了 也不知他考得如何 床内 传来一女生 齐大人道 横儿这回是下了苦工夫的 这几个月他日夜苦毒 必能搏个公民会来 你也莫要再忧心儿子了 好好调理好身子才是要紧的 这一冬你便没断过汤脚 因你病着 连年也没好好过 平民郡主靠在一个金丝 采牡丹后颈靠枕上 面色泛黄 颧骨俏丽 一脸的憔悴 全部见往日的神采飞扬 只病奄奄倒 横儿是在怨我 你别多心了 母子俩哪有隔夜仇的 齐大人劝慰道 年前那场乱子 各部的死伤绝食不少 汉林院和内阁 因挨着宫里进 几乎空了大半 圣上这才于今年初 架开了恩客 横儿日夜苦毒 想靠个公民回来 也胜利 平民郡主游游叹气道 你莫哄我了 横儿在经理数一数二的平貌猜血 到哪儿都是众人捧着的 如今成了个官夫不说 还平白无故 被人指指点点的笑话 说起来 都是我的不识 其他人不语 心里想着 其实妻子也不算错 她的宝是压对了 不过运气太悲 平民郡主红了双目 哽咽道 荣家姑娘出世时 我已隐隐觉得不对 可那时 已骑虎难下 县主过门后 我也不喜 嚣张跋扈 草菅人命 是非家门之福 可我还是逼着横儿 去亲近她 可 纵然如此 我也没想她会那般惨死 说着平民郡主 隐隐哭了起来 其他人也无法 只轻轻拍着妻子的手 郡主拿帕子 在脸上演着 滴滴的 我这几个月 朝梦见荣贤 闯过那日的情景 那伙乱兵 满脸杀气 渐渐还躺着血 公鹅们哭叫着往里头挤 六王贼和县主 当着我的面被拖走 平民郡主 目光中掩饰不住 惊恐之色 黄惑的 我这才知道 这庄大好亲事后头 竟背着几条人命 她扶到丈夫身边 忍不住 泪珠管管 大旧长一边 君一元耀权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